Hello 大家好 那麼快就來到第四個Vlog 我們今天來到路環的造船分會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一道是哪裏 所以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就是介紹一下這一道是一個什麼地方 還有了解一下當時做營業的發展 還有現在的發展情況是怎樣的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 我們想問你幾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你們是做了一年嗎 做了三年 那為何當時會選擇做一個行業的 因為是找一個挺多的 不用學會 那你做這個船業 做船業最難的難題 有沒有遇過什麼難題 我做到現在未試過有難題 我看過成果的部分 即是有部分 可以進去解決 那做船比較難的部分是哪裏呢 那裏呢 我做得很難的部分 就是… 即是要刻骨盔 就是要刻骨盔 是不是 因為做了 甚麼都很難做 做得漂亮 做得更好感觀 應該會好好 即是自己的感觀 那件事做得不好呢 做壞了就做不好 就算做那件事 那件事做得不好 做壞了就做不好 就算做那件事 那件事做幾粒 做幾粒 那件事做人 那件事都不理想 就壞了 有些人壞了 那件事已經壞了 所以 好愉快都下回它 我們看錯在哪裏 再用鎖 很難看的 我們做事也沒有難看 很困難 你要克服他 做事也沒有意思 你每樣都覺得困難 我覺得很困難 我覺得很困難 好 這麼多年的工作 有沒有遇到什麼 特殊故事 有什麼特殊故事 有什麼特殊故事 有新故事 我們這個行業 兩張兩張這樣做 井口 後面的位置 就是做那些位置 看來這樣 就靠這樣燒 一邊燒一邊燒到彎 好 回到了 就是這樣修成 一收到就對了 就散凍 又燙乾淨 又不能燒坏 又不能燒薄 一燒薄就沒有用了 就要看火 看到焦焦地上火 就用濕布打濕 所以在我們裏拍的 都是有關照的 有關照的 多謝師傅的分 我們要看看 做船分會裏的 船的模型和工具 作詞 初心 裏面 寄閉 裏面 放肠 一幅 位 合作 左溫 衣服 做到 我們剛剛看完造船翻會,這個就是路環碼頭 這個碼頭是要做什麼的呢? 以前在未有大橋行車去澳門和墳濟的時候 這個碼頭就會有船負責來回澳門和墳濟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行程 大家去看看這邊 這個碼頭其實已經是會有交通運動所用的 現在大數會有人在釣魚或是在一些觀光的地方 那邊就是船廠來的,對不對?Louis 對呀,我們這邊看過去 這裡就是以前造船的廠 我們澳門以前是一條魚村 大家都知道了 會有很多這樣的棚 人家就是住在這裡 還有這裡叫做荒廢的就是以前舊的救援廠 它是比較大間的,它都是做一些可以出海的船 所以其實澳門都會有很多比較資深的造船師傅 所以,就像剛剛師傅這樣說 內地都會有人去找他們去做一些講解 又或者是請他們回去幫忙 好了,那間碼頭呢 有一些買海味的店 他們都是買一些鹹魚 看到很多海產的安貨都會有在這裡購買 好了,那我們繼續走 這裡就好 我們要快支撐這邊 我們坐在這個牆裡 就好,是不是很酷 一家座大陣子 就好,那一家座大陣子 就是中途的 就是中途的 那邊耍蝸人 就是中途的 就是中途的 那邊耍蝸人 蛛蝸人 好,這裏右手邊就是浦淡路環的造船業商會 這裏還會是辦公的,我們走去 好,這裏就是我們剛剛在那邊看過的船廠 我們這裏基本上都是剩下這裏做一些好像剛剛的手造 基本上這裏都已經是沒有人用的了 現在就會有,偶爾會有人過來這裏拿這個風景 做一些拍攝和拍照,偏向旅遊的地方 因為它是澳門舊式的,而且遺留下來的一些船廠 我們今天就簡單地介紹了一個船廠的食物 如果大家想要拜更多的話,可以自己過來路環那裏再參觀一下 而且路環其實還有很多食物的,例如有喬妓、揮妓或者葡萄 其實都沒有東西走,只有人放假都可以看一下 對不對? 對 那我們的Vlog就到這裏了 謝謝大家,拜拜 拜拜